HELLO 台希節到 今集想試一試新東西 我逛街見到這個叫做仿真水 試一下玩這個 見到它好像這樣倒在一起 就應該變成硬的 透明 試一試效果 看起來其實這個東西都不便宜 這個這樣兩枝莊 就兩塊水 不過不要緊 試一試看看 搞些化學東西 當然要先看說明書 這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都明白了 這些不用看 看看這枝 大概都是一枝溝一枝 又一比一 等兩分鐘 總之乖的小朋友就不要碰 24小時就乾 今次就邀請了這位朋友出來試 材料很簡單 試一試石窗會不會浮 爆炸還是怎樣 然後就加些鐵枝 看看它穩固的情況好不好 會不會很快很稠 還是怎樣 這個東西可能一混 就會立即硬了 還有我想這些一枝枝 就懸浮在這裡 所以我就弄了一個棚架出來 就這樣 可以托住它的頭 可以讓它自己慢慢風乾 我把這個東西插在這裡就可以了 先倒一下白色蓋 這個東西沒有味道 再來黑色蓋 好像黑色氣 要快一點 關鍵時刻來了 要快一點 它一弄好像稠稠的 會不會立即變硬呢 應該不會的 要弄兩分鐘之類 你看裡面變了好像那些 軸軸的顏色 可能它兩支籤發彈 會好些 一滾搞不行 放棄了 不知道搞到什麼時候 它又不是有顏色 又不是成 隨便吧 那就幾粒石春 試一試效果 哦 原來沉下去的 跟著我的毛 就這樣 放在這裡 確定全部都是浸下去的 就是這樣 看看它24小時 隨便吧 明天早睡醒看看 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不乾 這個我已經放了48個小時 這個科學怪人就已經出來了 初初打算只會放到少少的位置 但它自己在花泥上滑下來 沒什麼辦法 可以看看它是完全穩固的 不會掉下來 三粒石春都黏在底下 透明就好像水一樣 不過我看到這些一枝枝 好像這個一樣 其實都可以動的 我不知道它還沒乾透 還是怎樣 但普遍貼實物來說 應該都OK 看完 我就找了一個實驗品 就是一個紙 要放進去 這個放了24小時 這個比較容易乾 所以都已經乾透了 紙方面 它是會塑上去 會浸下去 如果這個盆整個是透明的 你可以浸下去 硬滑滑一塊 應該是挺漂亮的 如果認真說 我就弄了這一盆花 就是一個深型的瓶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會有一些白色的小石春 然後我就倒了一些透明的水 乾了之後 現在就會黏緊了 很穩固 看起來也很漂亮 我想這個角度 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裡面的情況會是怎樣 都算是一個內在美之一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我覺得這盆 就插得挺好 我自己都挺喜歡的 這個膠水來到港 我都覺得算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有錢仔的話 就可以試試玩 這個都OK的 那我之後想一下 怎樣給它一個很新潮的髮型 給它先 畫一個片頭的profile page 給大家看一下 希望這位科學怪人 你會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